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四眼哥看世界的频道 本期我将给大家回顾一下2021年11月份我们的夏威夷之行 2021年的下半年虽然很多人都打了疫苗 但是各个国家的防控措施并没有松懈 在美国和加拿大虽然对打了疫苗的旅客取消了强制隔离的措施 但是出发前的PCR或者是antigen的测试还是需要的 我们考虑来考虑去,觉得如果出行的话还是选择夏威夷 因为夏威夷是美国唯一一个州坚持要求做核酸测试的 为了避免跟更多的人接触,我们选择住宿在民宿 车辆也是从私人手里租下来的 在夏威夷逗留的七天时间内,基本上选择在房间里自己做饭 中间有几次在外出就餐的经历,也都是选择在户外就餐 疫情前,茂伊岛我们也来了好多次 但既然来到了,我们还是去了月亮湾去潜水 开车去了哈娜海滩 在拉哈伊纳享用了海鲜大餐 以及在厚皮卡欢迎沙滩看到了巨大的海龟 当然最壮观的还是哈利亚卡纳火山国家公园 一开始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回程如何做好PCR的检测 贸易岛上只有一个诊所可以预约做核酸检测 好在我们运气十分好 在出发前一周左右,家行推出了自我测试的套装 在工作人员的网上监督下,我们可以在自己居住的房间内完成所有核酸的检测 这次订的房间位于Kihei地区 该地区是封杀最大的地方 但是也歪打正着的让我们看到了海上沙尘暴的这个威力 从Kihei到Hanna这段路程非常的险峻 单程需要三个多小时的时间 大家一定记得去Hanna要提前在网上购买门票 在Hanna海滩的入口处有人查票,但是并没有售票点 从Hanna回到Kihei的路上,我们途经了欢迎海滩 Hokipa Beach 在这里我们有幸看到了巨型的海龟 希望病毒可以真正得到控制,我们所有的生活也回归原样 喜欢视频的朋友请订阅点赞,谢谢